大家好我是香雪 今天讲基础课程的第二课 抓包环境搭建之常是代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对这些手游进行封包拦截抓取的话 我们需要用到代理工具 因为64位系统都需要代理 如果是32位系统的话 像XP系统温732可以直接加载 但我的电脑是64位系统 因为32位系统它最大只支持4G内存 那现在芯片的电脑基本上 就是标配都是起步都是大概8个G 4G内存实在是太小了都不够用 以后的系统也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64位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要对64位系统进行抓包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代理工具 然后才能成功抓取这些手游模拟器的分包 好 我们用到的什么工具呢 一个是这个代理管家 再看啊 我先把它给拆了 重新安装一遍啊 好 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一个查尔斯中文 这个可以到我们这个论坛 那包括代理管家 到我这个啊到论坛的工具区啊去下载 好 然后我们下载之后把这个代理管家拖到模拟器里面 好 他这里就安装好了 嗯 我们不处理啊 他就是一个代理啊 不要给被杀毒给删掉了 好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 点开之后啊 如果说我们点启动的话 啊 他 这个是因为我刚删除的原因 或者什么原因吧 因为我们如果你第一次安装这个代理管家 他会提示你啊 啊 是否允许代理管家获取啊 那个最高权限 啊 大家一定要点上4啊 永久获取啊 这个最高超级入户权限 不然的话 他是啊 没有效果的 如果你没有点4啊 然后就 啊 就点确定了 那你就把这个给卸了 重新安装 我们安装好之后 我们看怎么设置啊 我们点开这个代理管家 然后啊 代理类型 我们选择啊 ks5 然后代理地址 代理地址 我们设置 我们电脑右下角 然后打开 网络共享中心 然后点这个啊 本地连接 好 本地连接 然后有个详细信息 我们看一下我们啊 本机的地址 就是这一行 192.168.0.105 好 我们收进去 然后点确定 好 然后这个啊 要填个整数啊 1080 这个我填 啊 填习惯了 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他打开 好 大家看啊 他这里现在提示了 大家一定要点啊 永久记住啊 这个很重要 然后点允许 如果 你点拒绝的话 然后就没有效果了 你要拆掉 重新安装的啊 点进去 好 这样我们的啊 代理就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啊 打开我们的查尔斯 还要再进行对查尔斯 进行一次设置 啊 就是我们那个花瓶工具 好 我们打开之后 然后这里有个代理 然后有个啊 有个什么 代理设置 好 啊 我这里有几张啊 设置的图片 好 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刚才那个代理的啊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那我看第二张 好 啊 大家看这两个设置一定要跟这张图片一样啊 啊 这里打算勾 然后这里打算勾 啊 大家看我箭头啊 指的这里 然后都要做一下修改啊 其他的就不要动啊 啊 跟我这张配置一模一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接着再看下一张图片 好 然后就是我们一个本地IP的设置 好 我们这个设置好之后啊 然后点啊 OK 然后我们再点办理 有个啊 访问访问控制设置 啊 大家看啊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本地IP 啊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了这个 到我们本地连接啊 详细信息 就是这一行啊 然后我们把这一行给加上 怎么加呢 那大家点这个IDD 然后192 好 然后再点上这个OK就好了 那我这个已经设置好了 那我那我就给他删掉一个 我只要一个就好了 点OK 好的我们再再看一下 然后有没有成功设置啊 成功设置了 我们点OK啊 好 那我们啊这个代理就设置好了 设置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啊用WP啊 对他进行一次抓包 或者我们只要把这个啊给点亮就可以了 我们去看一下啊 然后他这里看 这里就已经有有数据了 是不是 看到没有 好 那我们啊 再用WP测试一下啊 我们这个啊 能不能截到这些啊 手游到分包 好 然后我们加载这个花瓶去查尔斯 然后点点这个拦截分包嘛 那我们随便啊 点个游戏进去啊 好 大家看 我这个WP啊 成功拦截170多个分包 也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代理已经设置成功了 可以成功拦截这个手游到分包了啊 很简单的一颗啊 下载的话工具到论坛下载啊